就是在煮的過程中呢 其實你就可以聞到還蠻濃郁的 各種中藥藥材的味道 它麻辣它的香氣 好濃郁喔 好香喔 很好吃耶 一口接一口 好驚喜喔 看到它外觀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算是比較紮實的鴨血 然後重點是 一個鴨血做的好不好 做工精不精實呢 看它的鴨血裡面有沒有動 這個切面 還是非常的光滑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動 會覺得是很帥氣的 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真的讓我覺得 蠻驚豔的 但我覺得說 居家的產品也可以做的這麼好吃 嗯 我覺得可以多盤好幾盒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歡迎來到我們的美食開箱系列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們平常呢 都是開箱一些素食的新品嘛 但像新品這種東西 也不是天天都有 所以就想說呢 要來拓展一下 開箱各方面不同的美食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欸其實也蠻厲害的喔 它是在香港的城市超市 月銷破萬族的 千瓦金麻辣鴨血 等等就是它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是非常非常喜歡吃鴨血的人 去抽抽鍋的店呢 會直接點鴨血鍋 去吃麻辣鴨血呢 那個鴨血的湯底呢 會被我一掃而控 所以呢我也有研究一下這款麻辣鴨血 欸發現了有幾點 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第一點呢就是它沒有豆瓣醬 這點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合成的鴨血 又或者是比較沒有那麼新鮮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個腥味出來 那店家呢就會用很重的豆瓣醬 去蓋掉那個鴨血的腥味 所以第一個呢 它不含豆瓣醬 可以體現出鴨血原本的味道之外 代表它鴨血本身呢一定是有一些水準的 再來第二點呢 是它的主食 有很多種可以做選擇 它總共有三種的主食可以做選擇 有冬粉、白麵、還有泡麵 主食不同 那你吃下去的口感啊 也會有點不一樣 第三點呢 是我自己私心覺得很重要 也很喜歡的一點 像這種居家料理 我都會非常的害怕 它很複雜 那跟水的比例啊 要什麼1比1 然後還要再加這個醬料呢 天啊 真的是太累了 我們現在直接來開給大家看一下 很簡單 就是一包的湯底 還有一個主食 就這樣子沒有更多的東西了 所以它這點呢 非常的得我心 然後它要怎麼料理呢 你只要把這一個湯底 倒到你的鍋子裡面 然後它滾了之後呢 把麵放下去 2到3分鐘 就可以直接拿出來吃了 這不是超級簡單 那最後一點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保存問題 它呢 只需要常溫保存 所以這樣子呢 就不會佔了你冰箱的位置 好了 那我們剛剛雖然說了很多它的優點 我也未吃先猜 它應該會是一個蠻棒的料理 當然還是要實際上吃下去之後 才知道它的鴨血 到底好不好吃 我們現在就先去煮它吧 很香耶 它的調味呢 是用很多中藥的食材去做成的 它有一個非常香的這種 中藥的香氣 我們現在就等2到3分鐘 就可以起鍋囉 好 我們終於煮好麵了 其實真的很快 把湯底倒下去大概等個5分鐘左右 然後呢 接著再把麵倒下去 等個大概3分鐘 反正前前後後加起來 就是10分鐘的事情 比外送還要快很多 比泡麵還要更好吃 料更多 更豐富一點 其實這樣聞下去呢 麻辣的味道還算是蠻明顯的 但有點蠻特別的 就是在煮的過程中呢 其實你就可以聞到還蠻濃郁的 各種中藥藥材的味道 有聞到八角的味道 它裡面也有青花椒 然後再來呢還有肉桂啊 那其實是很香的 然後它的濃度適中 然後它這個中藥的香氣呢 也算是不會太重 那我們先從它的麵開始吃好了 目前我們看到這個麵體呢 其實應該是已經蠻入味的了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已經有一些變化了 我會選擇試吃白麵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在這三種的主食當中 我覺得白麵是最不容易入味的 所以也是最有可能會雷的一個品項 我們就來吃這個看看 哇 它麻辣的香氣 好濃郁喔 好香喔 然後這個麵啊 非常的軟嫩 再加上吸附的這個麻辣湯 很好吃耶 一口接一口 真的很好吃完蛋 我覺得它的辣度呢 大概是小辣再辣一點點 它有帶出那個青花椒的香氣 然後在尾段的時候呢 帶一點麻的感覺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味道 我們也吃過一些不同的花椒料理 花椒味是很好的 因為它很香 但是一旦過重呢 它就會整個搶掉原本食材的味道 但這個不會 好 那我們現在來喝一下它的湯 好驚喜喔 我知道看起來很像在做效果 但是我剛剛看到 麵體都會包覆麻辣湯汁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油度應該是蠻高的 但實際上你喝下去的時候啊 它是一個很溫潤的味道 比想像中的還要不辣很多 第一口喝下去呢 你會先感覺到這個青花椒的香氣 在你的嘴巴裡面慢慢的蔓延開來 然後在中段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進入其他的中藥藥材 它大概就是會有八角 然後茴香的這個味道融合起來 是非常的搭的 辣椒還有辣油的一些味道 在最尾段的時候才會浮出來 很神奇耶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吃今天的重頭戲 畢竟是麻辣鴨血嘛 鴨血到底好不好吃 很重要 看到它外觀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算是比較紮實的鴨血 所以形狀上呢 它切得蠻方正的 開吃 超好吃的 它味道不會很重 然後口感是非常的Q彈的 然後重點是 一個鴨血做得好不好 做工精不精實呢 看它的鴨血裡面有沒有動 那這個呢 我剛剛吃了 已經到現在幾乎要吃完一整塊了 這個切面 還是非常的光滑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洞 在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因為它的表層呢 也包覆了麻辣的湯汁 是會有這個青花椒的味道慢慢的出來 如果再繼續咬下去呢 那個青花椒的味道 就會慢慢的淡掉 這點很好 因為這樣子才能保留 鴨血原本的那個味道 所以你吃下去 會覺得是很帥氣的 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鴨血的部分 其實給的超足的 我剛剛應該已經吃掉三四塊的鴨血了 還有滿滿的鴨血 所以如果你是愛吃鴨血的人呢 吃到爽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蠻怕辣的人 我大概只能接受到小辣的程度而已 所以正常來說呢 我應該是吃個三四口之後 會因為越來越辣 然後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吃了 但是這個鴨血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辣度就維持在這裡 因為我覺得它主要還是靠中藥的這個香氣 還有青花椒的這個辣度 本身加的辣油啊 辣椒 應該不到很多 最後是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產品有沒有豆瓣醬的問題 這碗鴨血 真的是沒有豆瓣醬 有誠實 好棒 好 那我們這次的千瓦金 麻辣鴨血開箱 就差不多到這裡 剛好一段落了 欸真的讓我覺得 滿驚豔的 因為一開始呢 我覺得居家料理這個東西 跟現做的比起來呢 肯定是會有差別的 但實際上吃下去之後 但我覺得說居家的產品 也可以做的這麼好吃 我覺得可以多囤好幾盒 以後在晚上想吃宵夜的時候呢 就拿出來煮一下 10分鐘搞定 剩下一盒呢 就是一人份 所以不管你是在外面的 北漂族 或者是小資族 我覺得一個人的份量 這樣非常的剛好 如果你覺得說 欸我不想要加冬粉 會不想要加麵 我就是想要加一些自己的東西 那它有推出這種湯底的禮盒 就是裡面呢會有鴨血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小家庭 或者是朋友要一起聚會 裡面有三包 然後可以讓你做成鴛鴦鍋 也可以再加很多自己想要加的 火鍋料啊 或者是肉片啊 蔬菜啊 等等的 那如果你也想體驗 看一下這個麻辣鴨血的話呢 我會把它的網址放在資訊欄 你們可以自己上去做選購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 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會找更多不一樣的美食來開箱給大家看的 掰掰